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不死的麒麟 我们上一期已经谈到他怎么在哪里战争上大放异彩 还有怎样是因为属中无大将 所以只能在华民护卫师那边就担任了师长的工作 那今天我们要再深入去谈 华民护卫师他担任师长期间 他到底用他的特长或者是用他的一些经验 去提出了怎样的一个治理方针 提出了怎样的具体政策 他的效果如何 以及他怎么面对他人生最大的危机 又给人打 不只给人打 这次打到连斧头帮我出来 厉害 所以我们要请我莫特来帮我们来来谈一谈这个复杂的问题 莫特 好的 那么 在他出任的那个 华民护卫师的时候呢 新加坡的会党的一些法律也跟着修正 那么以前那些会党 他要求他们重新注册 那么重新注册的话 你要告诉他 谁是老大 谁是那个先生的白伞的一大堆的那些职位的人物 那些大头目的是谁 然后你有多少个 会员之类的 所以这些都政府都保留记录 那么他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在哪里呢 他们就是 他提倡的是对话 不是打斗 所以 只要有任何打斗 他就出面调节 那么他会要求 双方坐下来 谈 那么 可以 这种情况底下呢 他也要求 那个会党的老大 跟他的头目 就是那些头目 大头目 控制他们的会员 只要他们会员 差错的话 其实他们那些 所谓的会党的 一些 党要的 都或者是大头目之类的 都会受到惩罚 所以他用过这个方式 他其实是很有效力的 控制了那些会党的 一些格斗的 情况 韦圈 你听沃特这样子讲 我就两个想法了 第一个就讲好听 就是毕其林就是那时候的鲁重连 何四老 但是 我就想要去讲 我觉得他的身份更像是大佬中的大佬 对他有一点点像是 有殖民地政府在后面撑腰 对他 殖民地政府的那个会党的 鸿门大哥 对对对对对 好像 吵架就叫他们来坐下来喝 这个 喝口飞 我不懂有没有记错 他好像也是加入会党 但是 他真正的 他真正的一个职位 比较少人提到的 他其实是推示停的 法官 初级法官 所以 涉及这些会党 跟移民的事务的 他其实也是 法官之一 所以他其实 他的权力 是相当 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大的 那个志强大哥刚刚讲到的 他有加入会党 好像我也有 一点这样的印象 而且好像还是异性的 我有点印象是这样 我觉得 他就是 吴冕王 我没有加没有差 他是游冕的 他不是吴冕的 因为 他本身就是法官 你这些人 如果犯罪的话 就是由他来审 这样够励 我们平时要叫他 闭法官 我们 晚上要叫他 麒麟哥 对 所以他就是有 在 当时 他的官职 其实不高 是一个初级的法官 但是对会党来讲 已经非常够励了 那你这样子来讲 他就是做一个合适老的 但是 据Walter 你跟我们讲 他好像也常常 他常得罪人 他做了一些事情 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他最初那几年 其实每个人都很喜欢他 他所以到那个时候 他 他曾经有一年 回到英国去 那个时候 很多人的 送 为他送行 83年左右吧 他就回了英国 跟他老婆回英国 回了一整年 那个时候 他回去之前呢 受到很多人的 欢送 500多个人来 去他家欢送 欢送他 其实那个时候 他是非常受欢迎的 但是他回来了之后 他就写了一篇 会党的历史 那么写了之后 他就那个时候开始 他把重点 不在于这个 退党 而是 赌博 跟那个 保护 富民 这两方面 是 志强 志强大哥 我是怀疑 那500个人 欢送他的 是不是因为 哇 鸡蛋糕 这个 麻烦仔 终于回去了 我们赶快 欢送他 叫他不要回来 其实 刚好相反 其实他是 真的受欢迎 因为他的政策 是怎么讲呢 他其实是鼓唱 鼓励大家 不要 偷党 他 实习 其实呢 是把这些会党呢 怎么讲呢 公司化 或者商业化 大家做生意好了 有钱 大家赚就好了 按照英国的法律 你去做生意 做什么 去赚钱 只要不犯法 那么就好了 不要再打 所以 其实 那个时候 也是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 会党 如果你 留意 一下呢 他那个反清的意思呢 到了他的那个年代 反清 富民的意思 已经非常的薄弱 你是说他从英国休假 一年回来之后 他就 他就提出了 两个 措施 一个是 针对赌博的管制 一个是针对妇女的 保护的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会 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他对妇女这方面的保护意识 比较强 那个时候 来的妇女 很多都是 被 卖淫 所以他这一点就引起他的 非常大的一个关注 所以每一个妇女来到 新加坡 登陆的第一件事 他都去问他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有那个概念 设立那个保良局 不过他这个保良局 是等他到他辅职的那段时间才设立 所以他 由他概念是由他 提出的 提出的 但是真正实行呢 他已经走了 这个很有趣哦 就是他提出的一个 对妇女保护的一个保良局 这样子的概念 可是在他任内是没有实现的 在任后 他卸任后才实现的 所以恐怕其中是有一些主力的 对不对 对的 他其实真正的主力就是他那个赌博的法令 赌博那个时候 他 其实有很多公开的赌博 但是他引起很多问题 那么 而且这些赌博赌场呢 有不少都是 会党在控制的 那么 当时他 就总组就请了 一般人做一个 建议 那么这一般人就是 包括那个 都觉得 应该 国制 那怎么管事呢 他就 那个报告就写到一点 就是说 霹雳其实也有那个 所谓的 赌场的 Farmer 就是 想马 对 想马 我们在资料上面每次看到Farmer 但是他绝对不是农夫啊 他主要是 在 英国在统治这个新马华人社会或者统治这些 他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牢牢掌握的社会的时候呢 他又想要掌握这个社会因为你是在殖民地进行经济活动然后 赚钱 那你赚钱我总是要抽税啊 那我又没有这种 内陆 内陆税收局啊 活税局 那我只好呢 去委任一些 这一个 大的大咖 对社会上有很强的控制力的这些人呢 那我就 就去 开始给你 投标嘛 就是说 我这样的一个 我就给你来承包 就是说 你 赌博就你来专营 鸦片就你来专 专门去经营 那你每年呢你赚多少钱呢 这是你的事 但是你每年要给我政府多少钱 我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 收税跟 获取这个他统治地区的这个 经济收入 我们用很简单的两个字来 概括 就叫做包税 对包税人 翔马祖 对 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小马包税哦 大家提到的是在新加坡要赌博也要进行这样子的小马包税 制度 那 这个为什么为什么 毕其林提出这个会让这当时的 这些新加坡的这些 华商还是这些 会党大佬很不满意呢 因为这个制度一出来 到最后合法的 那个 包税的 或者说那个房门 翔马 其实 数量是非常的少 那所谓的 就是说合法性的 那个 赌场 就其实就是很少 但真正的赌场呢 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有好几百家 所以也就意味着 很多赌场 就会被 变成 地下赌场 而这种情况底下 那么 政府又 怎么讲 去 地活动 加强他的取地活动 那么就造成 赌场的 背后的老板 感到非常不满 那么这些人 其实有不少都是 会党的人 所以 他之前 跟会党 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但是这个时候 那么因为利益的问题呢 就完全被破坏了 是 就是毕其林他 之前是替会党解决了一个 武力解决这些 商业纠纷的一个途径 所以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讲 他其实也是在 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的 因为 如果发生冲突 就是 两边都有害 到最后是 你 自损 800 商敌1000 可是当 涉及到了 他 在1883年之后 他提出的 针对赌场的 还有针对 妇女问题的 实际上是 又直接 又直接是 对 那时候的那些 华人的 这些 赌博 和他们的 这个 藏基业 是一个 很大的 经济的 或者是一个 是一个对他们的利润来讲 是造成了 直接的一个打击 那个时候是应该是8586年提出 然后呢 他到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 遇到一些阻力了 87年的时候就 变成一个 很大的 一个 对他就 遇到了一些刺客 遇到刺客 又给人打 不是不是给人家打而已 要给他刺 人家刺 刺冰淇 这个 其实呢 他 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那么 第一点 这个凶手 用的 凶器 是斧头 斧头帮啊 所以斧头丢到你的头上去 你还有命圣吗 我是没有啦 我是没有啦 可是麒麟哥有没有我不懂啦 其实呢 碧麒麟 应该是 没有受伤 哦 因为他后来的法庭的那个法医的共证他就说的一点 头颅没有骨折 有猎吗这样有猎吗 这样有猎吗 没有骨折才有猎吗 没有 其实也就是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 伤是非常轻的 而且他 各级圈的已经说他已经在复原中了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的麒麟哥level是有升到的 因为 他 他给斧头 丢那斧头会弹开 是他还是 他这个 这个是一套戏来的 他就讲 你随随随 小弟 你明天 你 你来刺杀我 然后记得拿斧头 可能是这样 有吗 有可能吗 这里面的戏法更好玩 那为什么呢 其实 从整个情况来看起来 是那个总督 或者那个殖民地政府 想要 那个 把那个 凶手严惩 但是 他这种情况 他 没有 不是伤得很严重 他就没办法 把他 判得很重刑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呢 他就 要求 毕麒麟 给他一个月的 那个 假期在家里休养 休养了之后 还放他 去 西兰 就是那个 赤列兰卡 住了一两个月 休息一两个月 所以他其实在制造一种现象 他的伤很重 但实际上 好像又不是 那么 他这种情况底下呢 那个刺客 就是那个蔡雅夕 那么他刺杀他的时候 这种情况底下就被判了 7年的 徒刑 就坐牢7年 这边我们要打一个广告 如果你对这个 毕麒麟刺杀案 有兴趣的话 可以哦 就是去 购买啊 去阅读 翻阅一下我们的这个 新杀华书历史文物馆年刊 我们有这个 林志强 Walter 大哥的一篇 非常详尽的 论文啊 我们在这边就无法尽数了 请大家上网 或者联络我们文物馆订购哦 好 OK 现在呢 我们就说到这个 毕麒麟 他回来 从西兰 那个 新加坡的时候呢 那么总督又换人了 他换成了那个 史密斯总督 那史密斯总督是从香港调过来的 他也是中国通 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 那么以前那个会党的事务是由那个 毕麒麟 制定政策的 但是现在呢 那个总督一来的时候我就没有问过他就决定 要 增加 会党 就是把所有的会党 关闭掉 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造成了毕麒麟跟那个史密斯总督的一种冲突 这里面他当然总督的关系是比 那个 华民互惠是高的很多 那么他没办法 所以每次呢他就装病 为什么装病呢 他每次拿的那个 病假就是三个月六个月 到了之后再可以再延长 但是呢 他请病假的那段时间呢 他自己就写了一封信 给了那个 英国的殖民部就 骂奖这个总督的政策有很多错误 但是 总督叫他做事情的时候呢 他就讲我的头痛的 不可以想东西 所以 这摆明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就在装病啊 其实他跟那个总督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冲突是在哪一方面呢 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就是总督主张关闭 所有的 会党 禁止所有的 华人 对 解散 就是后来他设立一个 款条就是 把所有的会党解散 就是 他的冲突最大在这里 那么 毕启令人认为 只要他们跟我们注册 我们可以控制到他们 就让他们在英国的法律下 运作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冲突 那最 另一个冲突呢 最严重的就是 两个人都与中国通知区 你以为只有你了解中国吗 你以为只有你会讲功夫啊 其实呢 毕启令呢 他写给那个总 殖民部的一开始呢 就讲过一句话 他说新加坡的 这个华人的语言系 非常复杂 有潮州 有福建 有广东 有海南 有什么什么 一大堆 所以这里的每一个华班 每一个那个帮群都不一样 不像香港 香港是非常单纯的 为什么呢 他们讲的 都是广东语言 所以是单元的 这也是多元的 所以他直接就批评 那个总督不了解 新加坡的情况 所以采用错误的那个 政策 所以他直接批评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有说如果像总督这样子的政策 可能会讲会导致更大规模的这个 会党先兜吗 他最主要的想法就是 让他们注册 就是所有他们的谁是老大 政府都知道 谁是会党的领袖 谁是会党的头目 他们有多少 的会员 政府都知道 但是你解散了之后 他们很可能就转入地下 那么政府就完全没有 这些人的资料 所以他这个是最大的 不一样的地方 对他就算是被 头上被丢了一根斧头 大难不死 也没有受我们伤 可是他依然还是坚持 他的这个 他自己的这个会党的政策 对 所以他们两个人最大的 一个冲突 除了心结以外 就是那个会党的一个政策的 不一样的看法 那 最后谁赢 老实讲 那种都当然是他赢了 到最后就是 那个最后的他就在 这个社团法令呢就在1890年正式生效 那么所有的会党就全部解散 不过呢 这个 币琪琳其他其实也没有说 为什么呢 他假装生病 生病了之后 那种都也没到他的办法 他还是 那个 华民护卫师 就是他 不做事 他还是华民护卫师 所以他到了最后 那个 责命部呢 他就没办法 就让他 提早退休 提早退休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时候就差一点就是50岁 他们提早退休的或者说 他 让他正式的一个退休的话是 其实他想那个 年金吧 就可以拿到退休金 对 那 他们 所以 实际上这个社团注册法令是在 卸任之后 由下一任的华民护卫师签署 对 执行了 对 嗯 在他手上是 绝对不会执行这个事 这样子的 他拒绝执行 是去代工啊 所以他拒绝执行这些总督的命运 所以他也很厉害 他是官员工 所以他 其实 他就是最精明一处就是 既然你要我装 病 那好吧 假装我跟人家讲我有病啊 我被砍的 我的那个 那个 头 很痛很痛 伤得很严重 他既然是政府的意义 他 政府早期的时候就 希望他用这种方式 去 告诉人家 他的伤得很重 那么他就 将错就错 他就拒绝 他不好 不能够公开拒绝那个 总督的 叫他执行的命令 他就直接跟他讲 我的头伤得很痛 很痛 我的头脑 没法子 想东西 所以他又能够 让那个 医生 给他 签那个 病假 那么他其实呢 是 应该怎么讲呢 他其实是非常 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 我跟你讲 毕切林这个智慧 我们到今天职场上 还是有的 就是你如果要拿MC 你就跟医生讲 你头痛 没有的查的吗 但是他有一个 很好的trap record 因为他的 他的那个时候 就有人说 他的他的头 给斧头砍伤 但实际上是没有 他有trauma 这个你看不到的 心理层面的 他一看到 就像我也是 我一看到工作 我就头痛了 但是他有那个 我很头痛 我要请假 所以他有那个 一方面他的职场智能是很 很高 然后 他很会把那个 东西呢 推卸掉 就是任务啊 他总度要他做什么 他拒绝做 但是拒绝到 总度也拿他没办法的那种 所以他有那个本事在那里 成精了哦 变成蛇王哦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这个主题搞不好就是什么 比其林老蛇之路的养成 对对他是老蛇 他是 snake 讲到这边 我们真的是 我们要认真 严肃一点 我就想请两位 你们 各自研究 都刚好是 比其林人生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嘛 那你会怎么评价比其林呢 你们两位 所以 Walter不如你先讲一讲你对比其林的整体评价 我想他的 做法有他的好处 他熟悉那些会党的人 然后跟他们建立的一个很好的人脉 那么时候 他就以那种 以 会党 控制会党的手法 其实是取得一定的 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特别是在那个 以合适老的一种形式 他们就这种就直接把那个格斗的 的场面 压得很低 实际上 他那个时候是 深的是受到非常会党的一个尊重 那么所以他有他的那个思念 有他的里面 有他的那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我想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涉及 会党的利益 等到利益的时候什么兄弟都没有了 所以他就是 他这个 独博华令 就是一个 他的致命伤 那么那么 他就是那种情况底下 他会造成他后来的 那个 所谓的一次的那种情况 我想 他 对整个 稳定整个会党 其实还是有点贡献 特别是他非常关注 那些 妇女的问题 尽管那个 保良局不是由他撕利 是他走了之后才撕利 伪权那你对 比其林的评价是怎样 我其实蛮欣赏这个人的 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么样的会党复杂的这个环境里面去 穿梭 我觉得有跟两个方面 也就是说他跟其他的这一个 英国官员不一样 刚刚我们讲到 英国官员其他的都是这一种 我就靠正当的这一个公务员体系训练出来 然后 我就成为一个公务员 但是 你看一下他 他以前也是有到这一个 中国去 但是他后来 就是到处跑 就是中国 然后到台湾 都到处跑 后来又到了新加坡 然后 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 其实在 即使他来到哪里 其实也才 30多岁 所以 在当时我 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比较没有看到 志强 大哥所研究到的 就是他在新加坡后来做华民护卫师 的这一个年代的事情 那在我看他在哪里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碧琪琳就是一个 热血青年 他30 30几岁 然后我记得有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在维和的时候 有一个 比较高的 忘记是种种族人是谁 坐在那边 碧琪琳 然后魏天贤 博士 这些人 一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大合照 那碧琪琳是一个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孩子 所以 他在当时跟会党的这些老大在 去 斡旋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一个 你可以看得出他其实 身段应该是比较低的啦 所以 有时候错有错早 他 这样的一个身份 然后 就这样调停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纷争 然后变成说他是 是他未来 在 影响整个 英国殖民体系在治理马来西亚政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 转折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啦 所以我是很欣赏他的就是语言天才然后 沟通的技巧跟他自己的那种热血青年 这是我自己对他的一个 一个评价 其实听了你们的这个 讲解之后 我其实我的观点跟你们有 一点不一样 就是 毕其林啊 他的辉煌啊 就是说他在处理这个 南绿战争的善后问题 跟他成为华民护卫斯 万人景仰 那段时间 他其实反映的是一个阶段 一个就是 英国开始 英国除了治理海峡殖民地以外 也开始更积极的介入这个马来土邦的政治 可是这只是一个初期的阶段 而 毕其林遇刺 到后来 去查进这个 就是1890年之后 他卸任之后 就禁止这个华人会党 这个这样子的这种法令 其实是标志的 这个海峡殖民地 还有这个马来 这个对马来土邦的治理 他们正在转入下一个时代 也就是 英国 更积极地 去治理 控制 英属马来亚 去控制 这个英属马来亚的一个阶段 所以 毕其林 他的 他发挥 他其实是完成了 他的一个 我们从历史 更 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他其实就是完成了 他一个历史的使命 下一个时代 不会是属于他的时代 下一个时代 属于的是一个 更紧密的 更加的 有 有这个 整个训练系统的 专业的 那个海峡殖民地 或者马来联邦 马来苏邦 官僚的 那套系统 然后 也会是一个 在制定法律 跟执行法律方面 更加健全的 一个英属马来亚的时代 所以 毕其林的时代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 从历史来讲 他是完成了 他的历史使命 下一个时代 也不会是属于他 但 他确实是经历过 各种付丰与语 他确实是在 他自己的 历史节点上 真的是 发光发热 而且我还有一个 阴谋论 就是 他被丢了斧头之后 他头是插了皮外伤 为什么之后呢 他就一直 找各种借口 不上班 什么什么东西 如果我是他 我就会担心说 如果我再去上班 会不会 这一次斧头 就不会射歪 但是我蛮认同你讲的 他是有这个历史 历史的使命 就是说 他是从英国 弱到控制力强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推进器 推完 烧完 就 就不是他的时代 我想 你这 阴谋论的话 我看 可能要补充 多一下 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那个 史密斯 他坚持推行 他的 所谓的 那个 镇压政策 镇压政策 所以镇压政策的时候 所有的那个会党的 只要是大佬的话 很多其实 那个审判的时候 有不少的 已经被 遣送回国 他其实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政策是很臭的政策 是什么呢 就是 他 审判 你的话 他其实 会党的人 可以请 很好的律师 那么 很多时候政府 其实是没办法跟这些律师 变 变过 这些律师的 所以到最后怎么办呢 他就用一个很臭的政策 因为 总督有一个 一个特权 就是 他可以 把这个人 遣送回国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大佬 不是被判罪 送进监牢 但是 被那个总督 送回 中国 或是赶离新加坡 但他其实 那个时候 很多 所谓的会党 已经被镇压的 非常的 严重的那种情况 他其实 这个政策 到后来 那个退党 就是一直很 弱的那种情况 所以 我想 这个阴谋 应该不存在吧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啊 我们那么有江湖气的 比其林啊 我真的是 小人之心 去夺 我们大哥之父啊 如果他继续站在这个风口浪尖的职位啊 会不会下一次那个斧头就不会丢歪了 对 不知道啊 这个当然 都只是我们的历史的一个 想象的一个空间 那不管怎样啦 我们觉得 今天我们连续两集去谈这个 那个比其林 你看一个那么了解 当时华人的人 其实他不是华人 然后一个 他 那么关心华人的那个 妇女权益问题的人 他不是华人 所以 很多时候呢 我们 对很多事情 我们可能要用一些更多元的看法 然后 不管是历史研究也是 又或者是 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观点也是 那我们的蚂蚁学人呢 就是一个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 各位的学友啊 学人们一起来跟我们 妈妈当开讲的一个平台 那 我们今天 我们的 比其林 或者我们的 麒麟哥 或者我们的 蛇王 看你喜欢哪一种诠释吧 我们的 比其林传奇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